刚刚在前面的时候 我们特别为大家一系列的做了很多气候变迁的报道 而对气候变迁而言 许多人最专注的就是北极熊 他们在北冰洋当地 随着北极冰洋的暖化跟融化的消失速度 他们越来越瘦 死亡的越来越多 而根据美国国家冰雪资料中心的数据 今年9月消融面积平均一天 达到了两万八千平方公里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北极熊 他们因为无法从这块的冰游到另外一块 他们有体力永远葬升在北冰洋底下 但是在这一时刻 许多人沉到了北冰洋底下 不是为了挽救北极熊 而是抢夺底下的石油 其中包括了俄罗斯 还有美国前一阵子说 他们不要进入石化工业的洛克菲拉家族 暖化中的北极又渡过了一个夏天 对北极熊来说 是又失去了他们珍贵的栖息地 根据美国国家冰雪资料中心的数据 北极冰层今年九月的消融面积 平均一天达到两万八千平方公里 此时潜藏在北极浮冰下的能源争夺站 早已插旗参赛的俄罗斯 再度出手划得新领地 距离喀拉海峡还剩1.5海里 喀拉海峡是巴伦之海和喀拉海之间的天然分界线 我们即将进入这片海域 石油储量可与沙特阿拉伯一争高下 这里是喀拉海 位在西伯利亚以北的北冰洋原海 俄罗斯国营企业俄罗斯石油 九月二十七号宣布 与美国石油巨破艾克斯美孚 在这里共同开发出一座 蕴藏量堪比美国墨西哥湾的超级油田 双方是在三年前签下一纸 三十二亿美元协议 在喀拉海联合探勘开采原油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 墨西哥湾剩余原油锄量接近六十亿桶 俄罗斯石油声称 但是这一座油井就可开采十亿桶 加上油井周边有相同的地质构造 开采量还会增加 甚至超越墨西哥湾 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原油产地之一 俄罗斯在西伯利亚陆地上的油田 逐渐枯竭 开发新油田不但能提升储备量 还能增加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筹码 当普丁一石两鸟的北极原油开采大梦 完成了其中一块拼图 俄罗斯媒体高调宣传 这是一个V型石油城 有116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在这里生活和工作 现在还只是一个开始 要知道 当第一批工作人员到达这里的时候 没有人会想到 喀拉海的第一个游景 会带来如此惊人的结果 这里将变成俄罗斯在北极开采能源的要塞 而这将创造成千上万个就业岗位 事实上 俄罗斯在克拉海游景打出的只是第一滴油 距离正式产出至少还需要五年以上 彭博胜分析北极新油井的发现 无疑加深了美俄之间在乌克兰危机上的争端 9月12号 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新一轮制裁当中 包含了禁止美国企业在北极海域探钻石油 10月10号是艾克森美孚在克拉海工作的最后期限 大陆媒体分析 选在制裁生肖日前昭告天下 俄罗斯或许想借此表明 即便西方制裁 仍可借助西方的技术在钻游上取得重大突破 可视为普丁的外交胜利 只是当北极能源站烟消在即的此刻 别忘了这块冰冻海洋 依旧是全球暖化最剧烈的地区之一 需要你我投射更多关注 所以经常有人说 人类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灭绝自己的物种 非常谢谢你收看今天的文献室主报 我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